在西尼斯利和公立中小学教课的时候 都会碰到很多不开心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的家长觉得澳洲的教育是可信赖的 请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孩子送出国 就是对孩子的未来负责了 但事实是很多学生远离故土和亲人 住在寄宿家庭被赶孤独 又或者一个家长在国内赚钱 另一个家长在澳洲陪读 常年过着一国分居的生活 很多学生因此内心焦虑 学习成绩上不去 又觉得对不起父母 心理负担非常重 尤其是非常多的学生 被中介忽悠到分屏非常差的学校 花着一样的钱上着质量不高的学 各位可以在澳洲教育官网MySchool 搜索中介推荐的学校 客观地对比这些学校的Napolan成绩 学校规模、财政状况等因素在做决定 这里是教育部主阿图的生活圈 我们下期见